牙床癌案例 牙床癌案例 我這個從去年 服業分到現在 當是牙齒開始化妝 化妝以為是豐豐幸福 我就不去以為 到了結局15分 到兩天大醫院檢查 他跟我講說 有牙床癌 他現在都是 我都沒有去 他叫我開刀我也不要 叫我化療 電條我都沒去 我現在用的是什麼 用青草去掉在裡面 剛好 你要講之前 先把那個青草先拿下來 等一下沒有年後 我會 噴到空氣會痛 噴到空氣會痛 那這個叫什麼 溫分 你把我們的紅豆袋拿來給它溫分 不是 但如果那個皮就沒有 我用青草藥掉皮就拿掉 你現在正在搞一件錯誤的事 為什麼 所有的青草藥都是怎麼樣 你看 盤子 你看都爛掉了 這玩法 你們哪 好 那你聽懂了 這個以後都通通不能再貼什麼 那以後就是這樣溫分 它傷口就會慢慢 前後比對 2012年10月12日 10月29日 11月23日 前後43天